太过分了 我买完就没货了 我买的时候应该是有30多个 然后买完之后一个都没有了 太遗憾了 嗨大家好 我是悟空 今天这期视频我很犹豫 不知道要不要出 因为之前我在闲鱼上闲逛的时候 看到一款蓝光摸放机 它的型号是微动的YP2 当时我看了一下 跟易瑞格A5的硬件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蓝光影音 非常喜欢这种蓝光圆盘的播放的话 我相信你对易瑞格A5这个品牌 并不是很陌生 但是微动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微动它是做这种 私人影院定制的这种服务的 它是一个挺成熟的厂商 然后它出了这款蓝光机 本来原价报价是1998 然后我在闲鱼上看只有450元 然后就毫不犹豫的买了 本来想着当时还剩20多台的时候 能给大家安利一下的 结果我发现买完之后的第二天就没货了 这种二手的这种蓝光播放机 虽然是淘汰下来的 但是它的这个硬件配置 解码蓝光非常的不错 在我这几天的体验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蓝光播放机 只有一句话能形容 真香 一个电源适配器 12V2A的 然后店家送了我一根硬盘线 这个遥控器 就是伊瑞格A5的遥控器 长得这个样子 微动科技 型号是YB2 包括它的固件 现在已经刷入了伊瑞格的固件 所以它解码能力 应该和伊瑞格差不多 它用的是海思的处理器 我们先简单的过一遍这些接口 这边有一个ICT的SATA接口 然后这边一个USB2.0的接口 然后这边都是关于一些音频的接口 包括一些光纤的音频 还有左右声道的这种接口 HTMI2.0的接口 这个网口是千兆的网口 然后这边是一个电源的接口 还有一根天线 这边有一个USB3.0的接口 还有一个USB2.0的接口 还有一个TF卡的一个插槽 我觉得这个USB三个有点多了 这边是一个显示屏 这显示屏其实也没什么用 不过就是看起来漂亮一些 因为我经常会接一些盒子去做调试 所以这些盒子都需要一个网口 所以这些什么呢 灯灯灯灯灯 我就买了一台24口的交换机 这个型号你也可以去网上查 应该是华为的S1724G 这24个口都是千兆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这边呢接网口 然后这边全都是网线 我想接哪个都是千兆的 进到易瑞阁里面呢 是这样一个画面 它是主 这个呢是它的主页面 第一项是视频 也就是海报墙 第二个影库我不太会用 一般用不到 然后第三个是音乐 可以播放音乐 然后这个是文件管理 这个是设置 我们首先进设置 看一下它的配置情况吧 首先呢 右边是无线网和有线网的一些设置 这里面呢 它无线网只是2.4G 但是我对我来说是 不算是缺点 因为我现在接的是千兆的网口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有线的方式 然后这里面有个蓝牙4.0 其他的就是关于一些风格的设置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 重点看一下这边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采集卡 所以可能接的不是4K的分辨率 但是它是支持到这个4K UHD60赫兹的 这个也在我这个电视上验证了 是确实可以支持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配置 包括一些画面的缩放啊 还有色深呢 这种支持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然后HDR呢 我一边都选自动的模式 因为看你一个电视支不支持了 如果有的影片支持呢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电视的HDR的模式 然后这边是刷新率啊 图像引擎之类的 这边是播放的海报墙的一些设置 包括蓝光的区域码之类的 一般都用不到 然后这边声音呢 说一下就是一般的 因为我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音箱 现在我采用的就是电视直输的方式 支持的模式挺多的 后面的音频接口你也看到了 知识非常多 然后具体的参数 你可以去官网去看一下 这边是字幕 字幕的话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的 等一下我们来演示一下 它的一个在线下载的能力 这个是关于 那么其实它还支持安卓的其他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里面安装一些APK 现在里面我安装了几个APK 你这里面这里面你可以自由的自己去安装 至于方式呢 U盘或者是用这个当备助手都是可以的 点击这个视频 直接就进入到这个海报墙 你现在看到这些影片呢 都是我这个NAS里面的影片 然后现在接的不是硬盘 虽然你看到我接了一个硬盘 但是现在我没用到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如果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是没有的影片的 我们点击这个文件呢 是可以新增的 比如我们现在呢 点击这个新增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新增你本地的路径 或者是你局域网中的路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会自动扫描你这个路径下的所有的影片 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 全都是有海报墙的 非常的舒服看着 最近下了一个西部世界 然后我们点击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这是一个西部世界的合集 这里面呢有西部世界的第一季的所有的影片 这边呢可以选择这个章节 比如我们选择第四集 点击切换呢 它就瞬间切换过去了 这个速度是非常的非常的快的 然后我们快进看看 也是没问题 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影片看看 先是一个码流稍微低一点的 比如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 这个是4K的 速度 啊不对 说错了 这个是1080的 但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一点都不卡 OK 那我们言归正传来试一下4K的 是一个圆盘的 这个呢是疯狂麦克斯 这部影片呢应该是五十几G 我们播放一下正片看看 这个速度呢 我没有加速 这个视频呢没有经过简移 这个速度就是这么快 然后这边呢 有一些菜单的选项 包括章节的选项 都可以进行切换 基本上秒切的 你点击之后就立刻就切换过去了 非常的迅速 然后你快进的时候 也不会有丝毫那种卡洞感 直接就切过去 连进度条都没有 然后我们试一下 这个在线字幕的这个功能 左边这块呢 有一个字幕的选择 在这里面呢 有各种语言 那这个是因为是圆盘 所以的语言是非常全的 如果语言不全的时候 你可以点击这个在线字幕 在线字幕 你随便选一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简体中文 和英文的ASS格式的 你点击之后 它就会立刻应用了 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下面来试一下 这蓝光导航这个功能 找一部影片 好了 你现在看到这画面呢 就是一个蓝光导航的一个界面 左边第一概念是播放 第二个是场景的切换 第三个是音频 第四个是字幕 一般的情况下 蓝光的原片 都是有这个导航功能的 但是每一个蓝光的原盘 它的导航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专项的4K的测试 这个4K的都是比较码流比较高的 比如这个首当其中的就是4K 迪拜这个 这个迪拜我们看一下这个码流有多大 点击这个信息 98.3兆 这个高码流一般是用不到了 即便是原盘 一般也用不到这么高的码流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清晰度 还有它的这个加载速度 几乎是零延迟 那等一下我们来快进看看 秒过非常快 这是一般的电视盒子 绝对是准备 做这个变态测试之后呢 其实其他的影片我们都基本不用试了 都是可以的 再试试这个GoPro这个 我觉得这个GoPro这个加载速度 好像没有刚才那块了 可能这个MKV的压缩率可能高一些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码流有多大 这个16兆还可以 刚才那个98兆都可以 这个当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试试其他的影片 我们这样就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更加变态的测试吧 播放第一个 第一个是120fps的 正常的这个蓝光播放机 也没有要求非要播放这么高的帧率的 但是我们要试一试 挑战一下极限 请忽略这个海报啊 它识别错了 还是能加载出来的 只是说它这个画面呢 好像慢了几台 然后勉强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种画面呢 一般不会出现在这种正常影片当中 一幅画面30帧 一共120fps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再试一个这个三星这个HDR的 因为现在接采集卡实在是没法演示 我接电视的时候 它是直接就蹦出HDR的标志来了 现在已经加的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高码流的4K影片 而且是HDR的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信息 51兆的这个码流 然后是HEVC的 也就是H265的 然后我们快进去看看 把回到一下 没问题 画面流长度非常的棒 而且颜色也非常好 好了 今天就先测到这儿 好了 经过我刚才的演示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微动的YB2 它这个硬件配置和易瑞格A5是完全一致的 它跟这个支柱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平台是不一样的 YB2采用的是海思的芯片 然后这个支柱采用的是RTD的芯片 综合来比较 我觉得他们解码能力都差不多 而且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现在总结一下它的有点的缺点 如果硬要说缺点的话 我觉得它不支持5G Wi-Fi 我觉得这个功能怎么讲 就是说5G Wi-Fi 对于一些没有网线的用户 就是距离网线比较远的这种用户 还是比较有用的 但对于我来讲 我会接一个就是千兆的网口的网线 然后我觉得不用实在有点浪费 如果你接这个NAS的话 用这个千兆的网口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算是特别大的缺点 那跟支柱比较 支柱还多了一个录屏的这么一个功能 它可以采集这个盒子里面的影像 采集另外一台盒子里面的影像 做一个录屏的这么一个工具 但是这个易瑞格A5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但是对一般来讲 其实这个功能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真想做游戏主播 或者是做屏幕的视频的录制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接一个采集卡 综合这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两款 不管是支柱的 这个X9S 还是这个易瑞格A5 它们的表现的实力都是非常好的 关键是体验非常的不错 都支持这个在线的字幕的下载 这个功能非常贴心的 这个领域可能易瑞格A5或者支柱 算是比较普遍的 或者是比较入门的 其实还有更多比较优秀的蓝工播放机 没给大家介绍 其实只是我现在财力有限接触不到 比如说那些杜恩的 我没有试过到底好不好 或者是听说爆米花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回头有机会 我可以找到一台爆米花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非安卓的蓝工播放机到底效果怎么样 OK 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 欢迎给我的视频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有了它 我再也不想用这么粗的网线了 实在是太占地方了